今天跟大家讲两个英文单词 一个叫Aprayser Aprayser它是要考牌的 Praise这个我们知道是赞美 所以它其实是赞美一个物质 赞美一个物质就是给它一些价钱 你记得Aprayser是要考牌的 可是Aprayser它就不需要考牌的 你看它有那么多S就好像很多钱的 所以它的人工是市政府给的 它既然是市政府的人了 它就什么都不用考了 当官 我们有一个问题 它问下面哪一个是去股一个价值 Valuation of a property with license 如果Valuation of a property with a license 它就是Aprayser这个了 虽然我今天教你解释了个单词之外 我想提我们了解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San Francisco呢 它2023年有一个工作 如果你有三年的工作经验 或者是你学历够的话呢 它也可以代替你的经验 为什么我们鼓励身边的人去把地产牌考了 就是因为你考过了地产牌 你可以用这个地产牌去学多一些真正有用的经验之后 以后就见那些市政府的低层的容易的工作了 也会马到工程 希望大家尽快的把自己的英文单词提高 自己尽量把自己的学历经验 还有我们可以拿到的牌 就尽快的拿 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 好 那今天呢 最后一个单词就是Recorder 这个是 记得我们Recorder呢 是一个登记 把公告于天下 把一个文单告诉所有人 它是Constructive Notice的 它不是Actual Notice 什么叫Constructive Notice呢 就是它通知了这个Recorder Office之后 有一份文件 它通知了这个Recorder Office之后 就代表整个County的人 它如果要知道它去拿 它如果要问它去看这个公告板 我们叫Public Notice Board 所以这一个有三个Party 一个是公告的人 第二就是政府机构 第三就是Public Constructive Notice是三部分的 不了解的话 请你发一个微信给我 我们每天多学一点 我们每天多学一点 能复制及的 尤其他应该是 公告一带 你们认为 我们要读 되어